报纸重点讯息关键是已经签订了将近三年的台日渔业协议 最近是传出日本渔民向日本政府陈情 要求限制台湾渔民的捕鱼海域 引起我国渔民抗议 昨天召开了记者会要求日本政府不能片面修改协议 渔会也要求我国政府赶快硬起来争取我方渔民权益 渔民高声呼口号因为2013年签订的台日渔业协议 最近却传出日本冲绳县副县长与当地渔业界人士 要求日本政府修改协议 把钓鱼台列与附近岛屿以及特别合作海域 秉除在协议范围之外 限制我国渔民不可以前往捕鱼 引起我方渔民哗然 苏澳区渔业理事长陈春生 要求日方遵循国际海洋公约法 准许我方渔船至12海里以外作业 并且呼吁我国政府要重视这个问题 不应该把台湾当作一个不存在的一个行为 所以我们的渔民朋友 希望我们的政府可以重生渔民的观念 未来新的政府也要重生为我们渔民的观念 不可以把我们渔民的观念 动作是一个政敌的策码 让我们抹杀掉 日方预定在3月2号来台参加 第五次台日渔业协议委员会议 苏澳区渔会强调 如果日方仍然坚持立场 不排除号召渔民包围钓鱼台抗议 联合报 吴佩明 宇兰报导